Hello 大家好 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今天咱们讲Calgary 卡尔加里 为什么今天讲这个城市呢 这个不是我定的 是咱们粉丝朋友们替我决定的 我在油管的那个粉丝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 想摸一摸底 看看大家喜欢我下一集讲哪个城市 在投票里面我放了五个城市出来 其实在后面排队的不止五个 不过油管它一次投票只能给你五个位置 所以说我就挑了五个点拨比较多的 他们分别是第一个温莎 Winsor 就是安省的底特律边上那个 它的上榜理由就是它是魁北克跟温莎走廊的最西端 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加拿大汽车之都 第二个我选的城市是Markham 就是咱们大多地区华人占比最高的城市 也是咱们华人美食的一个天堂 第三个城市我放的是Galph 是Galph或者叫贵湖 这个城市是目前加拿大排名第九的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 也是加拿大目前所有城市中失业率最低的 第四个城市就是卡尔加里 上榜理由就是 这还用理由吗 是阿省最发达的城市 也是2022年度北美排名第一的移居城市 最后一个城市就是沃泰华 这个城市的上榜理由其实也很简单的 你看我前面讲了庄业杂谈加拿大讲了这么多集 竟然没有提加拿大首都 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最后根据票选的结果 卡尔加里非常荣幸的成为了下一个 但是说反了 我非常荣幸的能够有机会为大家介绍 卡尔加里这个加拿大最发达最宜居的大都市 最发达最宜居的大都市之一 卡尔加里 其实说起来这个卡尔加里也不是外人 之前我讲过一次 而且是把他跟埃德蒙顿这一通对比 后来还讲了一集就是关于阿省输油管道的那个翻外片 而且我在油管上也订阅了好几位 来自卡尔加里的大咖朋友们 一天到晚就听他们讲卡尔加里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因此我也不觉得这个卡尔加里跟我的距离有多么遥远 所以说聊起来应该是也没什么压力 OK咱们废话少说 咱们一起进入卡尔加里 讲之前先简单说一下卡尔加里的城市概况 这个卡尔加里它是阿省最大的城市 同时也是草原三省中最大的城市 根据2021年的人口统计 卡尔加里的人口是130万6784人 就是1.3个million 要是光说城市自己的话 卡尔加里在加拿大所有城市按照人口排名的榜单中 他排第三 可是要是加上周边地区 他这个排名就退步了 排第五去了 对于大多大蒙特利尔地区和大温地区 以及那个首都区之后 他排第五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卡尔加里 他的人口比较集中在城区之内 周边的人口并不多 只有17万5 你看他的城区人口是1.3个million 再加上周边17万5 卡尔加里大都市区 在2021年的总人口是148万1806人 他是属于加拿大第五大都会区 不过您注意 这个卡尔加里大都会区 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人口普查的概念 它物理上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大区的实体 这个名字叫做卡尔加里大都会区委员会 简称CMRB 他这个CMRB的委员会的成员 来自卡尔加里都会区下面的三个city 三个town 还有两个county 不过不包含原住民保留地 这很正常 人家原住民自治嘛 也不需要你瞎操心 不过咱们也不能说这个CMRB 它是一个区政府 这个跟咱们前面讲安省的时候提到的 像那个滑铁路大区啊 还有哈尔顿区啊 这都不太一样啊 它这个CMRB 它只是一个非盈利性质的政府机构 这你听明白了吗 非常小啊 而且就是权力不是那么大 而且它的办公室其实就在卡尔加里的 Downtown区那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楼里面 所以说这个CMRB 它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 卡尔加里大都会区下面各个市政的代表们呢 坐在一起开个会啊 讨论一下未来这个发展政策什么的 就是戊虚啊 头脑风暴啊 而且你看这个CMRB委员会成立的时间 其实也不算长啊 它是2018年才成立嘛 你看满打满算也不过五年嘛 所以说咱们以后也就不太提 这个卡尔加里大都会区这个概念了 咱们就说卡尔加里这个城市本身呢 它是加拿大第三大城市啊 仅次于多伦多跟蒙特利尔啊 它的人口是1.3 million 这个咱们前面说过了啊 这么多人呢 咱们得分析一下这个城市的人口结构啊 你看啊 根据2021年的人口统计啊 它这个城市中 白人的占比是55.41% 这个其实挺高的 它是高于多伦多的43.5% 这个白人比例的 如果说到少数族裔的话呢 问题来了啊 您猜哪个族裔的占比最高呢 这也不用猜了啊 这个用脚想都知道啊 南亚裔啊 他们的占比2021年是达到了10.97%啊 你看比那个东亚裔的占比8.49% 高出来2.5个百分点啊 咱们东亚裔是8.49% 这里面华人的占比是多少呢 咱们就用这个8.49乘以0.85 这个大致差不多啊 得出咱们华人占比大约是7.21%左右啊 再乘以卡尔加里的全城的人口数 可以得出咱们华人的总数量 大概是9万4千人左右啊 咱们呢把这个数字往上一靠 咱们就说 卡尔加里有10万华人 你说这个10万华人这个多吗 咱们说实话 真的挺多的 至少在绝对数量上面呢 它是加拿大除了大多跟大温之外啊 它是加拿大华人数量排名第三的 加拿大大都市 不过你别看卡尔加里的华人的数量 虽然不少啊 但是咱们华人的占比 这十多年来增长的并不快啊 你看2006年 咱们华人的占比就已经达到了6.6%左右了 结果你看现在这都17年了 这才达到7.2%啊 你再看人家南亚裔啊 好家伙 2006年人家是5.74%啊 结果到了2021年呢 人家是10.97%啊 好家伙翻一翻呢 这个比较让人绝望 当然绝望这个词正是不正确啊 比较让人兴奋啊 这个越描越黑啊 这个怎么说呢 随他去吧 有句古话嘛 叫宠辱不惊 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异 望避空云卷云输啊 这个咱们真的管不了啊 OK 这是人口啊 接下来呢 咱们看一下卡尔加里这个城市的地理特点啊 卡尔加里呢 它是位于两条大河的交汇处啊 一条是发源于洛基山脉的公河 Bow River 另外一个呢 叫做肘河呀 Elbow River啊 这两条河呢 在卡尔加里汇合了之后 汇在一起 还叫公河 继续往东流啊 这一路上是汇合来汇合去的 最后的这个名字也在不断变化 反正最后 这条河在东北方向就汇入了那个哈德逊湾 咱们接下来再把卡尔加里缩小一下 往西边看 它的西边就是洛基山脉啊 这个卡尔加里呢 它就在山脉的山脚下不远处啊 距离山脚80公里 这卡尔加里再往东边看呢 那就是平坦的一片草原区啊 因此说咱们这个卡尔加里 它是位于一个山脉跟草原的一个中间过渡的地带啊 看完了东边 咱们再看北边啊 北边呢 距离卡尔加里300公里处 就是阿省的政治中心呢 阿省省会 埃德蒙顿 埃德蒙顿啊 就是咱们华人口中经常叫爱民屯的地方 这个爱民屯这个名字听起来土的吊渣很可爱啊 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埃德蒙顿啊 说那块冷啊 好 这个是往北看的 咱们再往南边看的 就是美国了啊 卡尔加里 它距离每家边境是240公里 OK 接下来呢 咱们再简单说一下 卡尔加里这个城市的历史啊 这个可是今天的重头戏啊 这个我讲历史是强项啊 但是因为讲这个历史话题比较影响点击量啊 这个因此 因为很多人没有耐心听完这些历史故事啊 因此说呢 我就加快进度啊 剪那些比较重要的点讲啊 有人说历史这段 那我就快进呗 别讲 我都说我快点讲了 你还快进 多不厚道啊 再说了 阿省的历史真的不算长啊 而且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呀 我呢也尽量说的有意思一点啊 您呢可一定要耐心听完呢 千万别快进啊 我就简单的讲个十个小时啊 不闹了 好 卡尔加里的历史 这个说实话 它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啊 不过您注意 我只是说白人殖民的历史不长 但是人家原住民的历史是很长的啊 可以追溯到一万一千年之前呢 不过原住民的历史 咱们只能选择略过呀 比如说政治不正确 那也没用啊 原住民的历史 它根本就没有文字的记载呀 全都是口口相传的 传说呀 壁画什么的 这没法讲啊 大致来说呢 这地方吸引原住民来 就是因为这块有河水 跟这个平坦的草原呢 特别适合捕鱼啊 打猎呀 是吧 这个是原住民呢 要是说到白人殖民者呢 最早有记录 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位 大卫汤普森呢 David Thompson 这位加拿大历史名人之一啊 这位先生 咱们在庄与杂谈第129集里面提到过 他生活的年代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印 就是乔三的晚期美国独立那段呢 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40岁之前呢 他就生活在这个时代 这位大卫汤普森先生呢 他在北美的工作就是做毛皮生意啊 他一开始是在HBC工作 后来呢 还叛逃到了西北公司啊 当然用叛逃这个词就是因为HBC跟西北公司这两个公司 虽说都是英国的国营毛皮公司 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卷的太厉害了 甚至互相敌对跟对方发动战争啊 所以说是敌对关系 因此用叛逃这个词啊 这个大卫汤普森先生为什么说他是历史名人呢 倒不是因为他做毛皮贸易比较成功啊 也不是因为他毛衣变得好 而是因为他在这个加拿大的地理测绘方面啊 看他一生测绘过的北美大陆的荒野陆地的面积 达到了390万平方公里啊 所以说他的这个历史攻击那是相当大啊 那么这个人跟卡尔加里什么关系呢 他呢也是卡尔加里这片地区 有记录以来第一个到达的欧洲人 不过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啊 那个时候是1787年 他才17岁啊 正在为那个HBC工作 还没有叛逃啊 17岁 你看按照今天的标准 还没成年啊 是人比人气死人吗 你在看我17岁干啥呢 你在看人家 不过呢 咱们别看他是第一个到达的欧洲人啊 他也只是到这块勘测了一下 就就就就撤了啊 也没有在这建立定居点 第一个到这里建立定居点的 有记录的白人呢 那得要到86年之后的那个1873年 那个时候1873年 加拿大已经成立了啊 建立定居点的这位呢 名字叫做John Glenn 他是一位祖籍爱尔兰的一位移民啊 他也就是在今天那个卡尔加里南边不是有一个叫做Fish Creek Provincial Park吗 于西省立公园吗 他第一个建立的定居点就在这个省立公园现在的位置啊 当时他和他媳妇两个人呢建了一个小木屋啊 结果是无意间在卡尔加里的历史上 青史留名了啊 不过当然咱们也不用详细说他啊 因为也不重要啊 到时他建立小木屋的这个年份呢 1873年呢 这年倒是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啊 什么呀 那就是西北骑警组织的成立 这个西北骑警简称NWMP啊 这个西北骑警其实就是现在的咱们看到的那个皇家骑警RCMP的前身之一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呢 这个事得从六年前 这个1867年开始说起 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 紧接着在1869年到1870年这两年之间 英国政府把那个鲁伯特地啊 跟西北领地这两大片荒原呢 从HBC的手中呢 就转让给了加拿大联邦政府 结果这次管理权的变更呢 就直接引发了 原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 已经将近两个世纪的 没地人的不满了 他们就跟加拿大联邦政府派来的这些新的管理者们呢 以及随后跟着这些人移民到这儿的 那些从东边来的新移民们呢 就是矛盾重重啊 至于为什么有矛盾呢 这个咱们得简单说一下这个没地人啊 没地人 这帮人呢 实际上是当年来到此地做毛皮贸易的法医 跟当地原住民混血之后 产生了这么一个混血种族啊 也算是原住民 但是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 而且他们跟法医一样啊 就是信仰罗马天主教的 可是从东边来的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是信仰新教的英译 结果就造成了当地的这个 种族矛盾跟宗教矛盾都非常的尖锐啊 并且引发了1869年的 Red River Rebellion 红河叛乱的 当然不过叛乱这个词呢 它是有奇异的啊 因为在法医们的史书中呢 这次叛乱的不叫叛乱的 这叫做抵抗运动啊 所以说咱们要不然就叫它红河抗争啊 不过这个具体抗争咱们就不说了啊 结果就是经过了1869年的红河抗争事件之后 为了安抚梅蒂人的情绪 加拿大联邦政府经过谈判啊 特别的从这个西北领地里面 画出了一块面积达20万公顷的一个土地 专门留给梅蒂人 这片土地呢 就是第一版的马尼托巴省啊 并且作为谈判的结果 马尼托巴省在1870年7月15日 正式加入加拿大联邦 就是说土地由梅蒂人使用 管理呢 由联邦政府来管 可是这场马尼托巴省入盟的谈判呢 并没有结束西部的混乱状态 后面加拿大政府跟这个梅蒂人之间呢 还有好几波规模更大的人员伤亡 更多的武装冲突 不过这些话题也不是今天的重点了 等以后咱们有机会讲马尼托巴省的时候呢 咱们再展开啊 好 就是梅蒂人 除了梅蒂人之外呢 这片地区还有美国人在搞事啊 于是加拿大政府就发现呢 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啊 在西北地区建立起一支武装力量 后来呢 又发生了一起在加拿大历史上很有名的啊 就是1873年6月发生的那个塞普拉斯山大屠杀事件 Cypress Hills Massacre 这个事发生在今天的萨省跟阿省的交界处那块 简单说就是来自美国的商人 跟本地的原住民之间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一场泄斗啊 最后方方都死人了 只不过原住民死的更多啊 于是呢 这件事就促使加拿大政府下定决心 在1873年的5月23日成立了西北骑警组织啊 NWMP啊 估计有人问了 加拿大政府成立的这个西北骑警组织 什么目的啊 你是为了镇压原住民呢 还是说要熟视美国人保护原住民呢 换句话说就是你偏向谁啊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咱们不能说他偏向谁啊 应该是谁有理就向着谁 说通俗点就是说 不能让西部地区成为法外之地啊 说白了就是需要在这个地方主持公益啊 同时呢刷一刷存在感啊 而且你看这个矛盾双方 一个原住民一个美国人 双方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一个是曾经发生过叛乱的这个啊 发生过抗争的以美地人为首的本地原住民 另一方呢 是南边那帮对北方觊遇已久的美国鬼子 万一双方再来一场大规模的斗殴 这要是原住民吃亏了 原住民就怪加拿大政府保护不力啊 很有可能再次酿成叛乱的 反过来呢 要是美国人那边吃亏了呢 那更惨 美国人就说了 你加拿大政府 你们如果没有能力保持这个地方治安的话 那我们美国就自己动手了啊 这不就会导致美国军队的介入吗 那整个西部地区就有可能被美国吞并啊 于是呢 就这样啊 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的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 就在西部地区 放出去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西北骑警组织啊 有了这帮人在这看场子 那谁动手之前都会掂量掂量啊 有人说 有什么好掂量的 不就是警察吗 还武装到牙齿 至于吗 对啊 至于啊 这个刚成立的西北骑警组织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准军事化组织 其实你说它是军队也没错啊 因为你看他们穿的制服 也是红色吧 直接就让人联想到当时英军跟加拿大军队的红色制服嘛 就是换句话说 除了没有飞机大炮 它该有的武器全都有啊 而且那个时候的加拿大呢 行动力也是超强啊 你看这个刚诞生不久的西北骑警组织 一成立立刻发起了一场加拿大史上著名的西征行动啊 March West 于是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之内啊 这个西北骑警的势力是迅速铺满了加拿大西部大草原呢 就是今天的加拿大草原三省的全境啊 有人说 你就说了半天 跟卡尔加利有个毛线关系啊 当然有了 接下来就是了啊 你看 在1875年的秋天 这个西北骑警的一支小分队啊 就到达今天的卡尔加利这块 他的人数大约是50人左右啊 这位带队的军官 他的名字叫做 Ephraim Brisbo 一听着名字 你就知道了 这位是一位法裔军官的 他带人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建立起一支堡垒啊 也就是一个警察的据点 建成了之后呢 他脑子一热呢 就给这个小堡垒呢 起了个名字 叫做Fort Brisbo 布里斯布瓦堡啊 起了名字之后呢 他就写信 把这事呢 告诉他的上级啊 他上级是谁啊 就是当时的 西北骑警组织的警察局局长 詹姆斯·麦克劳德先生 这麦克劳德一听这事 那是这个火 腾的就上脑子了 气不打一出来啊 这个麦克劳德先生 心里话就说了 你看你看你这个布里斯布啊 你怎么这么没溜呢 你啊 想出名都想疯了是吧 也就是你离得远呢 我够不着你啊 你要是在边上 我立马催你一脸 这里面咱们得交代一下 这个局长大人 麦克劳德先生呢 他跟这个布里斯布瓦呀 这二位之间的关系 其实非常不好啊 估计这个布里斯布瓦 平时不太会来事啊 领导夹菜 他转桌 领导敬酒 他不喝那种人呢 这个麦克劳德就心说 你这个布里斯布瓦 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让你去建立这么一个据点 结果你就擅自做主 拿自己的名字给人秘密 啊 再说了 瞧你的倒霉名字 布里斯布瓦 多难念呢 你赶紧痛快妈溜的 把这个名字给我改过来啊 哎 旁边就有人问了 领导 那改成什么呢 这个詹姆斯麦克劳德呢 这个小脑瓜一转呢 灵光一现 哎 要不然用我的名字啊 啊 你说说什么 这个名字用过了 用过了 那用过了可以再用一次不 比如说前面那个叫 麦克劳德宝一号 我再来一个叫 麦克劳德宝二号呢 不合适是吧 嗯 这样吧 你看呢 我是苏格兰那边来的人嘛 我们苏格兰那边有个茂尔岛啊 这个岛上呢 有一个小村啊 这小村的名字叫做卡尔加里 要不然 这个据点呢 叫做卡尔加里宝 怎么样 于是呢 就这样啊 这么一个狗血的经历啊 在1876年 那个布里斯布瓦宝 这个名字没了 卡尔加里宝 正式闪光灯场 其实咱们看看 这位麦克劳德先生 其实也挺的啥的 不许人家布里斯布尔先生 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 可是他自己呢 用起自己的名字来 那可是一点也不含糊啊 你看呢 就在这个卡尔加里宝 在建成的一年之前的 那个1874年10月份啊 他们骑警组织 在南边不远处 建立起了一个骑警站 那个站叫什么名字 你猜 就叫做麦克劳德堡啊 这不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吗 Fort McLeod 现在这个小镇 麦克劳德堡 他还在啊 而且这个小镇 还叫这个名字没变呢 所以说你看 这位麦克劳德先生 把自己的名字 用的那叫一个瓷石啊 但是别人就不行了 这叫什么 这叫 只许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你看最后起的 这个卡尔加里宝 这个名字呢 也是他们家乡的地名嘛 反正别的不行 就只能跟他有关系才可以啊 什么人性啊 他说这这家伙 吃毒神 吃相很难看啊 没法说他 这这不跑题了 1876年的春天 这个卡尔加里宝正式成立 接下来呢 这片土地就被联邦政府呢 从原住民手里头买了下来 然后转手呢 卖给后来再搬过来的新移民啊 这些移民都是一些牧民啊 因为这块都是草原嘛 他们到这主要就是靠放牧啊 但是你看放牧能养活几个人啊 就是人不多啊 不过后来到了1883年8月份 那个横跨加拿大的那个CPR铁路啊 延伸到了这片地方 这才给这儿的经济带来了繁荣 不过1883年的铁路 修到这个小小的卡尔加里的时候呢 这个题外话 身在蒙特利尔的CPR高层们 当时可是真没想到 这个卡尔加里会对未来的公司 产生什么影响啊 因为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那个1996年 CPR的总部就从蒙特利尔呢 搬到了卡尔加里 这个长知识啊 咱们说回CPR铁路啊 正是因为这个CPR铁路啊 一开通就把卡尔加里 跟这个富裕的加东地区给连接了起来 于是这个小小的卡尔加里 在几年之间立刻进入了 人口跟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后来在1884年11月27日 卡尔加里升级成烫 十年之后的1894年1月1日 卡尔加里又成为了city 您注意到这个卡尔加里的发展速度了吗 那快的 那兔子都是他孙子呀 你看呢 这里从1873年建立起第一个 有人居住的小木屋 到1894年成为一个坐拥4000人口的city 这个卡尔加里只用了21年 虽说这21年中间也发生了不少混乱和悲剧啊 像什么火灾啊 排华啊 洪水啊 这个发生了不少啊 这个咱们就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啊 虽说有不少悲剧 但是它发展的速度确实是惊人的 而且这个卡尔加里也是当时加拿大西北地区的第一个城市 您记住这里这个西北地区是一个行政概念啊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阿省呢 卡尔加里所属的地区呢 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做加拿大西北地区 咱们现在看到的阿省是在1905年9月1日成立的 跟旁边的那个萨省是在同一天成立的 并且这两个省在同一天加入加拿大联邦 至于阿省是怎么成立的呢 这个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八卦 就是因为来自民间的压力太大 这块老百姓就是希望能从西北地区给分离出来 自治 就是联邦政府就成立了阿省 结果这个阿省一成立呢 这个卡尔加里人民翘首期盼的这么一个省会地位 却没有拿到手啊 省会竟然被放到了距离它北边300公里处的那个 当时人口只有700多人的小镇啊 Admonton 并且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 就连这个省级最高学府阿尔伯塔大学 卡尔加里也没有抢到手啊 这个万众瞩目的阿尔伯塔大学呢 被放在了埃德蒙顿的旁边啊 搞得卡尔加里你看这么大一个城市 这么多的人口啊 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学啊 这卡尔加里当时只是安慰性的 给他建了一个师范学校啊 后来在五年之后的1910年的12月份呢 又给他成立了一个一个college啊 叫皇家山学院啊 Mont Royal College 虽说这个college现在已经成为university了 但是回到当初他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college啊 再后来呢 可能是为了安慰卡尔加里人民的情绪吧 在1915年的时候呢 又成立了一个绩效啊 这个绩效就是今天的SAIP啊 他说你看呢 阿省政府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呢 在教育这方面呢 简直就是对卡尔加里人民 这一通吓对付啊 什么college啊 institution啊 这建了不少 看着去还挺全会啊 还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university啊 当然这事儿他们知道吗 他们知道 这个也不是没人提啊 可是省政府呢 就是一意孤行 不给卡尔加里建大学 后来一直到了1944年呢 那个一开始建的师范学校呢 宣布并入 那个北边的阿尔伯塔大学 这阿尔伯塔大学 才算正式的在卡尔加里 成立了一个分校 在这之后呢 这个分校啊 就获得了省政府 跟阿尔伯塔大学的 一个大力的资助 就发展起来了 后来呢 在22年之后的1966年 这个独立出来的 阿尔伯塔大学的分校 正式的独立 就是今天咱们看到的 这个卡尔加里大学 估计说在这儿 有人可能提出问题来了 你看这个阿省政府 这很明显 用郭德纲的话说 这不是一个好柄啊 所谓凡事反常必为妖啊 你这个阿省政府 或者说是加拿大政府 你这波骚操作 你是不是打算 故意打压卡尔加里啊 这个怎么说呢 大概也许差不多 对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要打压你啊 估计听到这儿 有人好奇了 这是干嘛打压 这么善良 纯朴 看上去人畜无害的 卡尔加里人民呢 是吧 旁边估计有人劝呢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啊 阿省政府把资源 分给那个环境 更加恶劣距离美国 更加远的爱德蒙顿 目的不就是为了 帮助爱德蒙顿的老百姓们 在各个方面 早日追赶上卡尔加里吗 是吧 不对啊 年轻了不是 年轻了不是 too young too simple啊 今天呢 您来着了 接下来呢 您就好好的 听我给您分析一下 这是你们的猫腻啊 不过呢 说之前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点个赞啊 鼓励鼓励我啊 定不对也无所谓啊 赞得先点上啊 有人说看了点别家看完了你就忘了 咱们现在点啊 咱们老规矩啊 咱们查五个数呗 一 二 三 四 五 叮咚 另外呢 再给我的会员区做一个广告 欢迎大家用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赞助庄业进行视频创作呀 您呢 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会员 OK 广告做完 咱们说回阿省成立之初 为什么加拿大政府要故意抬高埃德蒙顿 而刻意打压卡尔加里呢 其实在阿省啊 这个卡尔加里跟埃德蒙顿之间的这种微妙的竞争关系 它是长期存在的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Google一下Battle of Alberta这个词啊 这可不是一场战役的名称啊 而是一个政治词汇啊 说的就是卡尔加里跟埃德蒙顿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 其实呢 就其根源就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文化基因不太一样啊 这个卡尔加里呢 它是西北骑警组织跟CPR铁路共同发力 才能够振兴起来的 再加上来自南边美国的牛仔文化的影响 因此呢 卡尔加里所在的这个南安省地区呢 它的主流文化就是农牧文化 加上主流的人口也都是英裔 而北亚省那边可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那块则是一种以毛皮贸易为主业的一个非英裔的欧洲文化 而且那块居民的族裔成分也远比南边要复杂的多啊 北边不仅有很多的梅蒂人呢 原住民呢 而且还有些法裔 另外还有很多乌克兰人啊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的隔阂 阿省的南北两部分呢 从很早之前就是互相看对方不太顺眼啊 再加上当时加拿大政坛上也是自由党跟保守党相互之间斗得很厉害啊 那个保守党呢 就是比较限制移民进入西部地区 而自由党的移民政策则鼓励那些来自欧洲的移民到这块来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欧洲移民相对比较多的北边的这个埃德蒙顿自然就是自由党的粉丝 而南边这些在文化上相对保守一些的英裔的卡尔加利人民群众呢 他们就更加的支持保守党 其实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城市的这种政治分歧依然存在啊 当然咱们说分歧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卡尔加利就是保守党 这个埃德蒙顿就是自由党 那个是以前啊 现在其实也不好说了啊 而且你看现在自由党在阿省的这些政策 基本上也把阿省的老百姓们都给变蓝了 蓝精灵啊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这两个城市的分歧主要就是因为政治立场经常不太一致啊 所以说您知道了这个背后的原因 咱们再看之前的故事呢 就全都有答案了 你看啊 这两个城市第一次竞争 也就是1883年的CPR的中转战质争啊 CPR到底从哪个城市穿过呢 这一轮呢 是卡尔加利赢了 表面上是因为你看这个卡尔加利有更为发达的农业啊 以及在经济上更为重要的农产品啊 这不都需要铁路吗 所以说给卡尔加利一个铁路 但是呢 后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加拿大联邦政府是保守党在台上 就是那位加拿大首任总理 约翰迈克唐纳嘛 你看他是保守党的嘛 他的第二任期就是1878年到1891年 你看正好是CPR铁路 在设计路线的关键时期啊 这卡尔加利当然就可以赢下这一局啊 而在那个1905年阿省成立之初呢 那个时候谁在台上啊 那是自由党的老李埃啊 他是从1896年到1911年嘛 这自由党一上台 所谓一个将军 一个令 一个和尚 一个匆 大饼一下子就翻过来了 因此呢 在自由党的保驾护航之下呀 你看1905年 这个自由党粉丝们扎堆的埃德蒙顿呢 就是连赢两场啊 一个是省会之争 一个是高校之争嘛 而且你看这个自由党政府呢 还顺手呢 把之前在CPR选址那场争端中 丢失的分数呢 又给拿回来了 给埃德蒙顿呢 又过境了另外一条横跨加拿大的铁路 加拿大北部铁路啊 有了这条铁路之后呢 这埃德蒙顿也立刻迎来了 经济跟人口的迅速增长啊 你看 这事也是发生在1905年啊 这个北部铁路现在已经被CNR收购了啊 所以说你看 自由党政府在1905年这一波拉偏价 拉的是很明显的 拉向很难看的 这个谁都不是傻子啊 这结果就惹得这个卡尔加利人民 心里非常不开心啊 你欺负我我让一步啊 你要是再欺负我呢 我再让一步 你要是还欺负我 我弄死你啊 是你看 在1913年呢 这卡尔加利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就开始闹着要从阿省分出来 想要自己单独建立一个新的省份 加拿大人民呢 也是不厚道啊 也都是搬个小板凳上来围观的啊 打架谁不爱看呢 结果正在热闹的时候呢 人散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欧洲那边呢 一战爆发了 这观众都跑到那个摊去看热闹去了 阿省这个南北分家这事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这个一战呢 打了四年 这个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吧 等战争结束之后呢 大家再回来一看呢 哎 这卡尔加利这边没事了 这卡尔加利正在那唱歌跳舞 吃大饭呢 说这卡尔加利怎么了 为什么不继续闹分家了呢 哎 这个卡成人民说话了 哎 兄弟们谢谢啊 散了散了散了啊 关于分家那事呢 我这块已经放下了 不在乎了 你说这怎么转性子了 什么时候再向肚里能撑船了 也跟着没关系啊 这是因为卡尔加利呢 发大财了 那成天竟忙着挣钱了 哪有功夫跟埃德蒙顿的死缠烂打 扯那些没用的里边灯啊 说出什么事发大财了 那是因为啊 在1914年的5月份啊 这卡尔加利西南方向的那个 Turner Valley啊 特纳谷 发现了 储量高达1900万立方米的石油资源 这下子可好了 在短短的三周之内啊 就在卡尔加利超过500家石油公司 是呼拉超一下子 全都拔地而起啊 可以说是在转瞬之间 这卡尔加利迅速成为北美的石油动阵啊 而且这个时候选的好啊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之中 又是一战呢 又是二战呢 接下来又是冷战呢 是吧 世界不太平啊 而石油资源呢 正是在热世之中 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呢 你看这个卡尔加利的油田 他整个二战期间 生产了加拿大95%以上的石油啊 你看 所以说咱们说 卡尔加利在发战争财 这也没错啊 可以说是负的流油啊 后来到了1967年 这卡尔加利 他拥有的百万富翁的人数啊 超过加拿大任何一个其他的城市 卡尔加利市民们 人均拥有的汽车的数量 也是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 所以说你看 就这么一个富的流油的卡尔加利 那他哪能还在乎 北边的埃德蒙顿 在跟你争夺什么政治资源了吗 是吧 所以你们爱拿什么拿什么 爱要什么要什么 也别的没有 也有的是钱呢 就这么尿性啊 当然人家埃德蒙顿人民 其实人家家里也有油田的 只不过发现的比较晚呢 他们那是第一个油田 是1947年发现的 比卡尔加利整整晚了33年 其实已经不敢烫了 因为这个石油带来的巨大红利 其实已经被卡尔加利吃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你看现在 这两个城市在石油资源上的分配 也是很明显的轻重不均 你看卡尔加利 全都是大型的石油公司的总部 你在看爱德蒙顿那块 就是一些研究所呀 小公司啊 以及跟石油相关的制造业呀 运输业之类的服务型的业务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石油工业这方面的竞争呢 卡尔加利可以说是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因此说你看呢 这两个城市之间这个微妙的竞争关系 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 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在历史上是一个 相爱相杀互相竞争的关系 您注意啊 我前面说的是微妙的竞争关系 这个词啊 这就是因为这感觉就是 双方心里面有隔阂 但是表面上你还看不出来啊 就是这意思啊 平时称兄道弟啊 到了体育比赛的时候呢 你才能看出来这二位之间这个深仇大恨 恨不得把对方给掐死啊 当然这有点跑题啊 咱们继续说卡尔加利啊 随着石油产业的繁荣 跟这个石油带来的机遇 这卡尔加利的人口也是 蹭蹭的迅速增长啊 后来从1966年到1986年 这20年期间呢 卡尔加利的人口从33万 迅速增长到63万 就是翻了一倍啊 他的势容势贸也是鸟枪换炮啊 高楼大厦可以说是纷纷的拔地而起啊 于是卡尔加利人民呢 就过上了像沙特人民一样的 躺在油田上面吃香的喝辣子的快乐生活啊 不过有句老话呀 叫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啊 在1980年代呢 随着全球的石油工业的迅速发展 石油的供应就是严重过剩 结果就导致了石油的价格大跌 这卡尔加利一下子就感受到了 他过度依赖石油产业带来的这种剧痛啊 不过好消息就是 他痛也不是太痛啊 因为这场石油危机呢 只不过持续了五年 而且那卡尔加利当时毕竟是底子比较厚嘛 愣是撑了下来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而且在接下来的80年代的后期啊 这个卡尔加利呢 人家又举办了一届风光无限的运动会啊 迅速扭转了经济上的颓势啊 重回巅峰啊 这场运动会呢 就是1988年的冬奥会啊 这个冬奥会呢 也使卡尔加利光荣的成为 加拿大第一个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啊 而且这个冬奥会呢 这个效益非常的好啊 跟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 那没法比啊 赛后统计呢 这场88冬奥 为卡尔加利创造了1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啊 于是这个卡尔加利是负上加负啊 在奥运会之后呢 这其实就是已经进入90年代了 就是近代了啊 近代的卡尔加利是一个什么状况 估计您比我清楚啊 总体来说呢 这卡尔加利的经济 虽说是继续躺在油田上面赚钱 但是也是路走的越来越难啊 因为他前后经历了三场比较大的石油危机 对卡尔加利的这个冲击都是非常的巨大 第一个危机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 它导致这个全球经济衰退啊 需求的大幅下降 使得这个石油的价格就是猛降啊 第二个危机就是2014年 美国的页岩油革命啊 这就直接导致美国变成了一个石油出口国 而且还出口的好多呀 使得全球石油立刻供应过剩 油价又又又跳水了 第三次危机就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 这个疫情就是导致全球的经济大幅度萎缩嘛 需求的下降 造成油价在2020年的3月份是迅速下跌 在这个三场危机的打击之下 卡尔加利的石油工业呢 有点那个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感觉了啊 一天不如一天呢 表面看着好像还挺壮啊 但其实呢都是虚胖啊 水肿啊 一样一个坑啊 虽说近期的这个俄乌战争带来了一波油价的小幅上涨啊 这对卡尔加利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也只是能够支撑一小段时间呢 当然关于阿省的石油工业 今天咱们就不展开了 因为我之前专门做了一期分外篇 就是那个庄业杂谈第57集啊 专门聊这事啊 这个我建议您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听到这儿估计有人担心了 说这个卡尔加利的经济是不是很脆弱呀 很瘸腿啊 你看他这么严重的依赖石油跟天然气产业 每次国际油价稍微有这么一点风吹草动 这个卡尔加利就得面临着经济衰退的风险了 这感觉很不靠谱啊 给人有不安全感啊 这个呢 其实怎么说呢 你也不用替卡尔加利人民操这个没用的心的 你看连你都能想到 卡尔加利的市政府或者是阿尔伯塔省政府 能想不到吗 他们也不是吃干饭的呀 人家其实早就看到了这里面的问题啊 只不过是改起来不太好改啊 而且卡尔加利你别看他的经济确实有点瘸腿啊 但是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瘸啊 他的其他产业其实近年来也在慢慢的追赶呢 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呢 卡尔加利在很多 这个其他产业上面相继的这个发力 比较出名的几个产业你 你比如说那个旅游业和那个电影业这些这种文化产业 还有高科技制造业 电子商务IT工程类的 还有交通运输 零售业 金融地产保险 就这类啊 政府也都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啊 所以说现在你在看卡尔加利呢 其实已经慢慢的摆脱了被石油牵着鼻子走的那种旧日的给你的刻板形象啊 当然说摆脱也没有完全摆脱啊 这个经济转型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啊 但是前景还是挺光明的啊 行 关于卡尔加利的历史跟经济这块呢 其实咱们今天就就就说这么多吧 因为这个时间也是也是不够了 下集咱们是重点的 我好好的跟您聊一聊 卡尔加利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的 你比如说这个城市附近有什么好玩的旅游景点啊 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气候特点呢 城市市容市貌怎么样啊 生活成本高不高啊 犯罪率怎么样啊 还有这个房价是怎么一个走势啊 我下集呢 就给您来一个全面的大总结啊 保证精彩敬请期待啊 又挖了一个坑啊 没说的 风里雨里坑里等你啊 好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觉得还是挺长知识的话呢 欢迎您动一动小手指帮我点个赞 或者是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 要是能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会员 用每月一杯咖啡的钱来支持庄也进行内容创作 那就更好了 庄也呢 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啊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